有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 他说最近的电费涨价涨很凶 已经涨两次了 因为我很久没有看电费 其实我不知道到底涨得有多夸张 但是呢因为已经涨过了这个电费太多次了 所以这个有个民众给我们留言 说他想要安装太阳能的这种电板 可以在屋顶上装着 那听说装这个太阳能的电板 常常会有一些抵税的活动 也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广告说 免费装 然后也不用付这个 什么什么押金跟租金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这免费装是怎么回事 还是说他们的也是靠抵税的方法 互相折抵 那这样子叫免费呢 到底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的州政府还有在推广说 要装这个太阳能的设备吗 现在真实的情况如何 最新的状况 我们可以跟谁请教呢 空好小天使好赞哦 找到一个365solar太阳能的市场管理部的营销经理 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的Troy Kow 哈喽Troy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帮我们解说一下好吗 最近电费这么贵 你们的这个工作变得好重要哦 对对对 确实是因为啊 这个疫情之后呢 然后美国政府大量印钞票 通货膨胀 这个现在已经是 在电费我们就是已经可以感受得到 基本上能源这一块的话呢 涨20%这个是一个minimum 那我们在这边的电力公司基本上就是 大多数是讲的就是Edison 那现在太阳能的政策跟以往 一直是保持一个不变的水准 那我们讲的政府的折扣也好 税务上的减免也好 那一般来讲的话呢 就是一个Tax Credit 就是我们讲的一个联邦税 你今天的话呢 就是怎么去算呢 很简单 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是购买系统 记住 只有当你购买系统 你是这个太阳能的owner的时候呢 你才可以享受这个26%的这个退税的减免 这个26% 今年明年还有 到后年2023年是降到22% 然后再之后呢 就没有了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还有三年的时间 记住三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利用到这个退税的这个福利 所以如果想要做太阳能的朋友的话 我是强烈建议不要再等 因为太阳能的很简单 做的目的就是可以让你马上开始省钱 不要想到以后 有什么高薪科技的太阳能板啊 或者是太阳能板又变便宜啊 不要想因为这个的话就打败 就跟我们做太阳能的初衷是背道而驰 您刚刚讲了26% 也就是说我花了1万块钱 装了我的这个太阳能电板 那有2600是可以做一个折扣的 也就是说我缴税的时候 Credit在那里是不是 正确 但是这个的话呢 有个Cash就是说 今天只有你是Taxpayer 就是说你有在缴税收入 那你才可以享受到这个退税 那如果是有一些退休的家庭 或者是新移民 他在这边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收入的话呢 可能这个退税 那你就是要向你的会计师去问一下 到底能不能够享受得到 哇讲得好清楚啊 连Cash都帮我们讲得这么棒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 因为有些人常常会听到说 我用租的就好了 我不用一下子花那么大笔钱 而且一租用的话 我马上就感觉像省到电了 省到钱了 这是怎么回事 可不可以也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 对对对 其实现在你刚才讲的这个 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 甚至我们身边的很多客户呢 大家过来说 太阳能是不是免费的 听说都是免费的 其实呢这个所谓的免费就是 你最开始没有一个启动资金 我们可以做到zero down 那这个计划的话呢 一般来讲比较著名的 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 就是租赁对吧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所谓的贷款 你今天可以购买 然后贷款 你可以全额通过 十年十五二十 甚至是二十五年 这样的一个期限的一个 期限呢 去做一个zero down 那很多时候呢 到底客人他说 那我是选择租赁 还是选择贷款 如果是说退税这一部分 你可以享受得到 那我会比较推荐 你就用贷款 因为他算下来的payment 甚至是会比你租赁的payment 还要低 也就是让你可以做到 我今天安装太阳能 没有启动资金 不用我在额外的 从我的腰包里掏出钱 来做deposit down payment 做完之后 我就缴这个payment 给我的太阳能 在屋底上的太阳能 付payment就好了 而且往往很多时候 你付的这个payment 是比你现在 缴给电力公司的 这个所谓每个月的电费 还要便宜 真的耶 是是 如果是像我们家 这种缴500块钱以上的 那就必须要好好精打细算 到底这个缴贷款划算 还是缴电费划算 两个算起来 到底是不是能够 帮你房子增值 到底可不可以抵税 这每个人个案不一样 大家真的要仔细好好做一下比较 再次谢谢我们今天的这个 太阳能专家 我们的Troy 谢谢您 谢谢我们365Solar 不会不会 谢谢 谢谢